第119章 被遗忘的妻考 从梦中惊醒 还是夜晚 宁缺抹掉额头上的汗水 正正坐在床头 看着身旁酣睡的桑桑 下意识伸出手指轻轻抚平他促着的双眉 然后陷入沉思 思考对于这个奇怪而令人恐惧的梦 没有任何意义 沉默片刻后 他便把梦中的内容丢出脑后 连回忆都不愿意再去回忆 翻身下床 倒了杯冷茶缓缓饮着 听着宅院后方那条窄巷里 街坊的大声议论声 才知道时间尚早 大家都还在乘凉 眼中所见 心中所感受的便是天地自然万物元气 在他心灵上的投影 而这名修行者冥想所得的意念 越纯越静越强越紧致 他所感受到的元气范围便越大 白天太过激动 这时候他才完全平静下来 想起旅途上吕清晨老人的说法 发现自己忘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进入初时的那一瞬间 自己究竟感受到了多少天地元气 是一挖水 一道小溪 一方浅塘 还是一条大河 一货大海 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初时境界 不知道所感应到的天地元气世界是否还能算是真实的投影 宁缺思考片刻后 开始缓缓闭上眼睛 双手平静搁在膝头 重新进入冥想状态 把自己的思虑心意传入气海雪山 然后散诸体外 过了片刻 精神世界里谨慎的冥想过渡到现实世界里的感知 他睁开眼睛 把右手伸到空中 似乎想要抓住那些微弱的烛火 此时他再次确认自己能够清晰的感应到防颜墙壁空气中弥漫着的那道气息 而且震惊的确认自己感应到的 我想那是海 宁静的大海 吕清晨老人曾经说过 当今世上最强大的修行者 那位被认为最有可能突破武镜 超凡脱俗的南晋剑圣柳白 在觉醒之初感应到的 那是一片滔滔黄河 当时宁缺曾经说过 如果能感应到一片大海 那会不会是比南晋剑圣更强大的修行天才 十余年间 饮食赌博读书写字睡觉骑马杀人放火之间不停的冥想 少年精神世界里存储的念力数量极大 而且无比的凝纯 随着气海雪山十七窍终于通了十窍 日积月累的念力终于密到了通道贯穿而出 被吹奏成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乐曲 天地之息感应到了这首曲子 虽然因为身体之销上开出的孔洞依旧不多 这首曲子显得有些凝质声色 但它能感受到这曲子里每个音符所蕴藏的力量 然而因为这份力量太过凝结专注 竟让天地之息隐隐产生了某种排斥质感 如果说宁缺感应到的是天地之息像是一片大海 那它用来感应天地之息的念力 就像是一根千锤百炼的钢针 体积极其微小却极其坚硬锋利 锋利的钢针轻轻落入大海之中 犯不起任何烂话 激不起任何声响 轻而易举又悄无声息地穿透无限深的水面 然后缓缓沉没坠入黑暗的深渊之中 宁缺并不知道这些很具体的问题 也不想去想任何负面的东西 他就像是抱着母亲的大腿哭了整整半年 终于拿到了心仪已久的新玩具的男孩 整整一夜的时间一直不停地冥想 然后试念感受着那股新奇而美妙的气息 他的手掌不停地在空中轻摇 想要抓住漏室内那盏暗淡的烛火 想要影响桌上那盏如豆的烛火 虽然始终未能成功 却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心情 依然是兴致勃勃 很奇妙的是第二天清晨 他离开老笔斋时 没有因为整夜未睡而面露憔悴之色 反而显得精神极好 面色红润健康 大概是逢着喜事精神变爽的缘故 乘着马车来到书院 看着青青草垫繁茂青树 山上流淌的云雾 东方清丽的晨光 云光笼罩着的黑白建筑和楼檐 宁缺总觉得眼中的世界 镀上了一层漂亮的光玉 本来就非常美丽的书院大山 显得更加的妩媚 喜悦的直欲大笑树生 因为心情极假 遇着刚从马车下来的铜窗 遇着一手拿着烙饼 一手拿着书卷的书院铜窗 他一改平日温和疏离性情 主动上前打招呼问安 然而今天书院的气氛有些异样 更准确的说 是围绕着宁缺的气氛有些异样 铜窗们似乎没有与他寒暄的兴致 远处更是有些同学 围坐一群向着他这边指指点点 面露鄙夷之色 宁缺有些莫名其妙的走进饼舍 然后惊讶的发现 书舍里相对熟些的铜窗 表现也极为怪异 纷纷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他压制住心头的疑问 对坐在前排的司徒一栏点点头 便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司徒一栏低头看着昨日 数颗布置的温习文卷 似是没有看到他的动作 然而当他走过身旁 他却是回头望去看着宁缺的背影叹息着摇了摇头 这请了两天假 怎么感觉大家看我的目光都不一样了呢 宁缺坐下来 看着身旁的楚游贤笑着问道 难道所有人都知道本人跳崖得了奇遇 所以有些羡慕嫉妒患 这自然是一句玩笑话 然而性情开朗易笑的楚游贤脸上 却是毫无效益 他盯着宁缺的脸严肃认真的说道 哎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啊 宁缺弹开双手无辜的说道 帝国又开始进攻北燕了 今天是理科来着 教习先生是个脾气不大好的燕人 那确实值得大家发发愁 哎 这时候开玩笑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啊 楚游贤看着他叹息了一声说道 整个书院从教习到学生都盯着前天的期考 想看看你和谢承韵 到底谁能赢那场赌局 谁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 他拿了五颗甲上 而你却是没有参加考试 这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大家很怪的原因 宁缺微微一正 经此提醒他才想起来那天清晨 谢承韵等假设学生闯入秉设后发生的事情 才记起来那场赌局中的七考在前天就结束了 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那时候他正靠着旧书楼二楼墙壁上胸口还插着根无形的长毛昏迷不醒 还在一碗清水和两个冷馒头的陪伴下等死呢 哦 原来七考是前天呀 我真忘了 不过我记得好像有位女教授替我请过假 宁缺笑着解释了一句 当场与谢承韵的赌斗用七考的成绩做标识 在他看来这本是件极为幼稚好笑的事情 当时不过是爱不过司徒依兰和秉设同窗们的愤怒才硬下来的 如今 七考和那场赌局既然因为别的事情错过 那错过便是错过 错过打击那位谢三公子的装逼气焰确实有些可惜 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因此就哀声叹气垂胸顿足 拂腕大哭扮演一名忘记拿准考证的高三牛人 在书院安静严肃进行七考的那个清晨 他在林湖小柱杀了位修行者 他在朱雀大街上度过了一段极玄妙的时光 他在生死之间来回了几遭 他遇到了16年生命最大的危机以及最大的幸运 和这些事情比较起来 这些意气之争 你又算得了什么 哎呀 这问题就在于你请了假 楚尤贤面无表情的看着他说道 只要你参加七考 哪怕是最后的成绩糟糕 远远不如谢成韵 大家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意见 考试这种东西嘛 哪有必胜的道理 当日要你应战 也只是不输勇气的意思 哎 但谁都没想到 你竟然会害怕到 连考试都不敢参加 这事就太添堵了 宁缺听着这番话 不由微微一正 片刻后笑着说道 这是个什么说法 难道非要我撑着病区直闯考场 脸色苍白 艰难挪比应试 答一题吐一口血 最后题目只答了一半 雪白的试卷 全被染成了红涓 然后我因流血不止而死 才算什么勇气 这话说的很有趣 却又透着股极锐利恼怒的意思 你真的病了 褚油嫌感觉到他语气里藏着的惠怒 正了成后说道 可看你现在这满脸红润的样子 谁会相信呢 然后他叹息着说道 昨天七考成绩公布 林川王颖拿了一颗假上 其余五颗假上 全被谢成韵得了 听说这些日子 他受了你的刺激 学的是异常的刻苦拼命 现在书院里都在传 你是因为知道不是谢成韵的对手 却不甘心这样输给他 所以才弄出了这么一个 请病假休战的主意 宁缺周梅说道 不战而退 已是丢人 更何况是已退必战 我虽然觉得这场七考赌斗 实在是无趣无聊到了极点 但既然答应了 便不会怕 若真像你说的 我没病没灾 却要装病请假 就是为了避开七考 那岂不是懦夫所为 褚油嫌此时真的相信 他前天确实病了 同情的看着他 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我相信你 但问题是别人 尤其是假设那些人不会相信你的 在他们甚至是书院大多数人的眼睛里 现在的你 就是一个懦夫 宁缺无言以对 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本来有些会脑不甘之意 然而想起昨夜那些奇妙的感受 他便决定不再去想这些事情 现如今 咱也是能修行的天才学生了 何必于 还要和这些小屁孩一般见识 见识 做名词使用识很简单 做动词使识 却是一个需要双方互动的动作 他不想和那些认为自己是必战懦夫的同窗 一般名词见识 却无法阻止某些因他退赛而自动获得胜利的家伙 跑到他面前 非要和他动词见识见识 而这便是所有青春偶像剧 大部分矛盾冲突的由来